在今屆的世界盃 我們只是看過韓國的一場比賽 但是那場他們輸給瑞典 就令到他們心情相當低落 其實這次也是他們自1998年以來 在決賽州第一場就出事不利 孫興敏就說 他說對瑞典長波其實真的很重要 因為是今屆決賽州的第一場比賽 所以大家對賽果都感到非常失望 而更加重要的是 現在大軍裡面的士氣相當低落 情況是比想像的更差 但是還有兩場比賽未踢 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相信有能力踢好一點 至於更大的打擊 就是他們的後衛 博主護在對瑞典長波 賴上了左大腿的底根 看上半場就被台尼搶 假如下賽事都不能上陣 孫興敏就繼續說 博主護絕對是陣中一位重要的球員 有豐富的經驗 而且也經常支援隊友 他的受傷對球隊可以說是很大的損失 因為他的角色很重要 沒有了他 真是影響到球隊的整體實力 對瑞典長波 太極勇士攻擊就彈上怎樣銳利 他們整場比賽 射門沒有一腳中過籠 對方 前鋒 孫興敏也承認他要負上部分的責任 孫興敏就承認自己表現真的不好 對未能加強球隊的信心 以及踢出水準要負上責任 環球隊在場上沒有表現 部分原因正正因為自己做得不夠好 所以他一直很在意 亦都不斷反思 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韓國上將都不是全部看得那麼差 最少他們顯示到他們的鬥子 迎戰首將擊敗德國的墨西哥 正正就是需要這種精神 兩隊唯一一次世界杯碰頭 原來韓國是輸球的 孫興敏就繼續這樣說 球員也是相當專注於接下來的比賽 大家都感受到壓力 至於墨西哥是一支實力很強的球隊 第一場對德國已經顯示了他們的能力 而且還贏了德國 他們一定要知道這場比賽已經沒什麼好輸了 究竟韓國可不可以踢好一點 保持他們出線機會 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拭目以待 哈特香里拉說到 他們真的很仔細去計劃 曉古艾耶拉也覺得 要選擇一個抵讚的人 當然是羅辛路 沒有啦 查韓爾 香蘭迪斯 是天才來的 墨西哥擊敗德國 是今屆世界杯 其中一場最大的冷門 羅辛路的入球 令墨西哥牽發了一場小地震 賽果震驚其他國家隊 戰術大師奧蘇利奧 也都令到球隊相信 他們真的可以實踐無限目標 郭馬法比安就說到 教練奧蘇利奧 都說了六個月 他知道球員要什麼 搶球到時是怎麼發展 全部他都能夠預視得到 兼且成真 古艾達道就表示 球員和教練奧蘇利奧 是互相信任的 結果當然是試判公培 他認同小豆所說 教練奧蘇利奧是天才 大家都知道 天才是與眾不同 是不會理世俗 做一些不同的事 天才就是這樣的 墨西哥來的前景是無限的 部分奧蘇利奧的信念 是由一位心理學教練 去到灌輸給他們的球隊 要掃取他們的壞習慣 培育他們正面的思想 伊巴朗道就解釋 他是負責建立團隊 令他們相信自己 以及要互相信任 首先他認為信心 是源於很多不同的因素 比如是相信自己 但相信其他隊友 是完全不同的事 當大家能夠建立起密切的關係 互相信任的時候 就可以產生到一些信念 再來當然要信賴教練的安排 以及他的計劃 相信這一套令你取勝 令你強大 幫助你更輕鬆 更有自信的信念 結拜上屆冠軍德國隊 令墨西哥的球迷和球員 一樣興奮 這種信任也有提升 穆蘇利奧的這套樂觀主義哲學 下一個考驗是韓國隊 法比安就說 正如心理學教練所說 要為獲勝的快樂熱展 而不是帶著害怕輸球的想法 要放下所有壓力和緊張 在球場上不怕冒險 全力以赴 拉欣就覺得 他們有個最好的開局 最重要保持到對德國的水準 最終就要盡力把握接下來的機會 這樣我們就會獲勝